你好,我是爆棚山,欢迎你来和我一起读水浒,一起读懂水浒 上一讲我们讲到林冲在赐沛苍州出发前,在开封府前和家人告别 告别之时他突然提出一个令家人措手不及,也令邻居们非常吃惊的要求 要明白立下修书修妻,在他的决议坚持下,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不得已同意他立下修书 但是表示,绝不把女儿嫁人,而是要等他回来,依旧夫妻团聚 通过对林冲和他丈人两人的不同的态度,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林冲的丈人张教头是一个不显山不漏水的大英雄大丈夫 为什么呢?英雄的本质不是动刀动枪杀人辱马 英雄的本质是动心忍性担当苦难,承担责任 林冲此时的哪里是修妻呢?他是放弃 是对自己责任的放弃,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 是对家人的放弃,对自我增严的放弃,对自我幸福的放弃 而张教头把林冲丢弃的东西一一地捡起来 担在自己的街上 林冲的家庭,张教头担起来 林冲的责任,张教头担起来 林冲的危险,张教头担起来 林冲的幸福,张教头还是担起来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都没了 林冲将来及时保全了性命,苟延残喘 挣扎着回到了东京 他还有什么?他的生活还在吗?没有了生活,还要什么生命,还要什么苟活呢? 好,张教头在林冲决绝地要求修妻的情况下说了同样决绝的一句 既然论地时,全且由你写下,我只不把女儿嫁人变了 林冲就叫九宝寻了一个写文书的人来 由林冲口述了一份修妻书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未因身犯重罪,断配苍周,去后存亡不保 有期张氏年少,秦岳历此修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 伪氏自行秦岳,并非相比,恐后无凭,历此文乐为兆 年、月、日 这份修书写的有些特别,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在年典 第一,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 第二,有一个地方很没意思 哪个地方很有意思呢?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第一句话 林冲对自己身份的介绍 本来完全可以直书林冲如何如何即可 他偏要在林冲的前面加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图衔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为什么呢?要知道 写此修书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什么教头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犯了重罪的罪犯 但他念念不忘他的这个已然失去的头衔 他太看重这个有体制赋予他的头衔了 对于这个体制内的头衔,他无比的留恋与看重了 我们前面讲过鲁志生,现在又讲林冲 就文学的形象而言,林冲的这个人物形象要比鲁志生的这个人物形象更有内涵 更有价值,更有一种认知上的意义,因为它更加典型 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都和林冲一样啊 非常看重迷恋体制里面的地位 在权力社会里面啊,大多数人都可以在林冲身上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啊 从人性的缺点这一方面来看 大多数人都是部分的林冲,全部的林冲 甚至呢,比林冲还要林冲 林冲实际上活在所有人的精神中,灵魂中 大多数人极有可能没有鲁志生的优点 但全部,一定或者是或多或少的有着和林冲一样的缺点 因为大家处在和林冲相同的处境里 有相同的遭遇,产生了相同的性格,相同的心灵 那么这一份修书里面,哪个地方又很没有意思呢? 就是这样几句话 伪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 既然写出了相逼两个字 实际上就表明,类型里的真实的想法和动机 他的修期是被逼的 但是他偏偏要写上这一句 表示不是被逼的 为什么呢? 精神探看得明白 精神探批曰,句句出脱亚鲁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每一句话都是在给亚鲁开脱罪行 到了此时啊,林冲已经决定把自己的妻子让出了 还要为亚鲁着想 担心亚鲁担上了别人修妻再占有的恶民 所以特别神明,自心情愿,即非相比 而且还要加上伟事,确实是一家强调 这种强调,哪里像一个英雄,哪里像一个豪杰 也是啊,在封建时代,王权所到之处 正如原曲中所唱的 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天地间只有奴才和奴隶 林冲呢,也不是英雄 他只不过是想做奴才,不得而已 我说这一句话也不是在骂林冲 我只是在说一个普遍的现象 很多反叛的英雄往往只是被逼反叛 好,修书写完 正要交给泰山张教头书下 林冲梁子和景啊抱着一包衣服 好哭着寻到酒店里 梁子如此啊,林冲本该好言安慰啊 但是他却告诉他,已经写好了修书 并且说,万望梁子休等小人 有好头脑自行招架 莫为林冲误了嫌弃 什么人是好头脑呢? 好头脑是指谁呢? 新生探也看得明白 他在下面批了三个字 高压力 为什么只是高压力? 不可能是别人吗? 你想一想 除了高压力,东京,还有什么人 敢去娶这个女人? 敢去招惹高压力,招惹高求 但是高压力是好头脑吗? 他拿你好呢? 品性好还是才华好呢? 金生探接着说 却不知说高压力 该恐其伤心也 这是金生探以人人之心 策度林冲啦 林冲如果真的担心娘子伤心 此时就不该说休妻 并劝其令嫁的话 何况这地方虽然不明说要妻子嫁给高压力 娘子能够不明白吗? 要娘子嫁给纠缠她的人 侮辱她的人 想诱接她的人 嫁给东京人都知道的 专门接引糟蹋人家妻女的花花太岁 亏林冲能想得出 说得出啊 林娘子听罢 当然又是大哭 说 丈夫 我不曾有半斜点误 如何把我羞了 这个时候 安慰林娘子的 不是她自己的丈夫林冲 而是她自己的父亲张教头 张教头 看女儿哭得这么伤心 她马上说 我儿放心 C是女婿论的主张 我终不成 下得将你来再嫁人 这事且由她放心去 她便不来时 我也安排你一事的终身盘废 只叫你守智便了 这张教头 真是好丈人 好父亲 真好汉 林娘子没有一个好丈夫 但是有一个好父亲 这是这个可怜的女子 此刻唯一的安慰了 也是她未来唯一的依仗了 我们来这样想一想 假如张教头有一丝 引缘攀升的思想 屈颜覆势的念头 高雅类看中了她的女儿 林冲又自愿退出 她不正好可以将女儿 嫁入高家 从此和顶头上司高胎位 成了儿女亲家 她不是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吗 但是她就是绝不屈服 我们来比较一下张教头和林冲 对待林娘子的不同态度 从林冲的角度看 她的娘子有了张教头的保护和养善 她完全可以无忧 因为有三点保障 第一 压力不得见 第二 丈人愿赡养 第三 娘子愿守志 但是 有了这三点保障之后 林冲仍然要决绝地休期 只是为了一点 压力不再陷害她 从张教头的角度看 她如果想通过婚姻攀高枝 她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因为她也有三点保障 第一 压力苦苦相求 第二 林冲自愿退出 第三 女儿的婚姻由父母做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仍然决绝地告诉女儿 她便不来时 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终身盘废 只叫你守志便了 宁愿让女儿守广 绝不向压力屈服 说英雄 谁是真英雄啊 好的 这一讲我的主题词是放弃 其实呢 我本来想另外一个词 抛弃 我的意思是 林冲在高求高压力的逼迫下 在感受到自己的生命 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她终于放弃了 从岳庙到陆千家 白虎结堂 再到开封府 林冲终于不再抗争 选择放弃 她的这个放弃 样子很难看了 让人同情之时 却又有些鄙视 因为她的放弃 是通过对妻子的抛弃 来实现的 在那样的情形下 抛弃妻子 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保 后来她去了苍州 高压力几次三番 来张家和张教头 威逼亲事 此事确实已经和林冲无关 如果张教头答应了高压力 把女儿嫁给高压力了 高压力高求 也就不必再派陆千 富安千里奔赴苍州 去杀林冲了 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林冲的目的还真的实现了 但是 这个时候抛弃娘子 那不就是把娘子 推到高压力的面前 让她直接面对流氓 孤独抗拒恶魔吗 林冲啊 不英雄 好的 我给你最后留一个问题 在这一讲的开头 我说了一句话 英雄的本质是担当 你赞成吗 请说说你的观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